嗨,大家好,欢迎来到橘子美食祭 今天分享春天不可错过的一道美味 乡村炒鸡蛋 乡村被称为树上蔬菜 是乡村树的嫩芽 每年的春季嫩芽可做成各种菜肴 先来准备200颗乡村嫩芽 去掉比较老的部分洗干净 下锅焯水10秒钟迅速捞出放入冰水中 这一步可以去除乡村的压硝酸盐 再捞出挤干水切碎放入碗中 乡村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营养远高于其他的蔬菜 还有注印素的美称 再打入两个鸡蛋 加适量盐调散 锅中加适量油烧热 下乡村蛋液开中小火炒散开 即可出锅装盘 记得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吃 一道诱人食欲令人垂涎的美味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美食值得分享 生活需要记录 橘子美食记与您一同前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